所以那你在这个生病完之后 就是说那你的饮食习惯 是不是也做了很大的调整跟改变 有啊 你以前是怎么吃的 因为你是做美食的 乱吃 乱吃 你应该吃得很讲究吧 以前 应该就是说 我是一个不损食的人 所以呢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什么东西都不要浪费掉 不损食 OK 我包括这样子 我会有时候规定工作人员 我就大家都一定要把它吃到完 那我这样子我也变成 被人家让人家觉得我很专制 可是事实上我会觉得说 这是人家好意 我们要领情 对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什么东西都吃 可是等到你后来失去健康 你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的时候 很惨 我有一段时间更好玩 我只好去买Hacken Datt 然后等到它溶解了之后才喝下去 你说生病之后吗 为什么要这样吃呢 因为你整个没有办法 时不下咽的时候 就只好喝一些留职的 那怎么办呢 那你好像有这个 自己好像研发出来 所谓你的养生汤 有没有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我妈妈吧 妈妈帮你做养生汤 如果要问我 这个倒是我们家有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酒头军师 这个每天都是跟我唱反 都要出手主意 酒头军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反来覆去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呢 你指的就是你妈啊 就是我妈啊 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形容自己的妈妈 OK 不是怎么办 这就是每天她就会跟我出一间 出一间 喜欢跟我打碎口 然后就变成是这样的 那妈妈她想说她是很关心你啊 多给你一点建议啊 你怎么把它误会成打碎口呢 这些其实怪怪的东西也是后来她给我 我后来才发觉到 这些东西还好像是蛮受用的 对 其实说到了这个妈妈 对于陈宏来讲呢 当然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一位一个人啦 对不对 尤其在生病的时候呢 妈妈对你的关心应该是最多的吧 生病让我跟我妈妈感情变好 我有一段时间跟我妈没话讲 是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价值观不太一样 然后我妈又是那种 就是很传统的奥桑 然后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她自己的偏执 因为我妈吃素已经吃了二十多年 所以她一直很不喜欢 妈妈是吃素的 所以你做的美食她从来没有享受过 我妈妈 我妈妈吃到都快要变成植物人了 你想想 这是什么话嘛 这个儿子难怪妈妈要给你当碎口 你这样讲了哪个妈会高兴啊 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就是说 也把晨红的妈妈 这个请到了节目现场 真的 真的 我们要欢迎庄秀珠女士 晨妈妈来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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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妈妈你好 你好 你好 妈妈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耶 今天穿很漂亮耶 哪里啊 真的有漂亮吗 你第一次抽电视吗 对 第一次上电视 会稍微轻轻吗 会一定很轻轻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刚才在上台之前 陈宏还跟我批评说 他觉得 你说妈妈是超得爽 你怎么讲 整卡爽 我觉得妈妈今天穿得很漂亮 很得体 还好 谢谢 真的 我还是穿这一件 就已经 又两个吵架了吗 准备三天 为了选 今天到底要穿什么 妈妈准备三天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这么重视 我今天 欢迎你来 两位来 妈妈请坐 来 请坐 今天真的很开心 妈妈到现场 要跟我们来聊一下 妈妈 刚才我这个陈宏说 你和妈妈以前的价值观不太一样 所以呢 好像跟你就是没有那么亲 这个孩子有时候 有时候说我们这个大人 有时候听起来会觉得怪怪的 其实在妈妈的心里面 儿子当然就是 我们是最爱的嘛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儿子 你怎么看这个儿子呢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啦 对不对 而且他一开始在电视上 在做第一个那个美食节目 这个阿红上菜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开心 也是开心啊 可是他没有在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看镜空法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跟镜空法师是三条来的 他是十多十台 镜空法师他那是百多台 我们是自己带 带带来的 你超红 超红一开始就讲了一点 我听不懂的东西 不是 你要讲一些属于那种 一赏他们听得懂的逻辑的话 所以我从这里面我就会发觉到 你要讲 就是你要说给我对的不用给我贵的 你要给他 他能够接受的 然后他就听得懂 对 镜空法师的节目好好耶 对 是耶 人家你看看 陈妈妈有他自己的主见呢 对啊 本来就是啊 不过陈妈妈 刚才我们在聊 就是陈宏呢 因为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嘛 对不对 那任何做妈妈的其实 就是说面对小孩生病 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你那个时候怎么照顾他呢 那时候 这个是 请不请艾姐把我那个包包拿来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让我妈妈来解释 好吗 请我那个艾姐 把我的包包拿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陪伴我跟我妈妈在这段时间 它就变成是我们两个感情修补的 一个非常好的戒指 然后不是用物质 也不是用言语所能够替代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 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很特别啊 这个东西你说是 是妈妈给你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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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来解释 这是一副工作手套吗 对 这是 但是妈妈看到好像一副很 很不知所以的样子耶 妈妈你知道这是什么的吗 你喔 这是什么 做得太累了 叫我跟她按摩 因为你知道 我懂了 我那时候啊 我那时候真的莫少神经真的很 就是整个人 我懂了 整个人非常不舒服 OK 然后呢 我妈什么都没有办法帮我做 然后我妈就 就先从手 可是她老人家的手 都已经 都已经帮我弄到 她都已经脱皮了 妈妈帮你按摩对不对 你生病的时候 就是在帮我的脚底 一直去做 然后做到你看 整个手套都已经破掉了 而且不是破 这一双不知道已经破了第几双了 对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这就是我妈妈 这一路来 用这样子帮我救过来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听懂了吗 谢谢你 这双工作手套呢 就是陈宏在生病的时候 妈妈 你先不要收起来 先不要收起来 我要送给观众朋友 没有 这个应该 应该对你们 比较有意义了 但是我想跟观众说明一下 就是陈宏生病的时候呢 妈妈陪伴她 然后要帮她做按摩 对不对 然后呢 手都已经脱皮了 所以呢 就戴上这种 棉制的工作手套 而她帮 我觉得提供给所有 生过病的 生过病的家属啊 就是在脚底 脚底其实跟末梢 然后跟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 我们就是说 所有的穴位的这个刺激 其实是有帮助的 然后就好像 我很感谢我妈妈 她都会这样子去 去愿意去做这些东西 她比较固 比较固嘛 然后她就去做 然后我就觉得我每天 我只要一醒来 我就只要一喊妈 然后她就会过来 然后我后来才发觉到 我真的有时候 又回到那种 强保时期的时候 小嬷被学招 有妈疼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妈不了解我 后来我就发觉 你妈也觉得你不了解她呀 她不会的啦 因为我妈 我妈不看阿红上载 她都看清空法师 我